大師兄倫風國秀為了給小孩可以到晚發展 在這後來生日國中的社團 其中一個武士隊是由索金廟老師來自得 生日兩個月後就在館長杯上頭 提下一個第一名、四個第二名、三個第三名 頂頂總共十三名字 小朋友原本只是感覺拍起來真好看 現在是對武士是越拍越清楚了 大師兄倫風國秀後來國師社團的確定是非常豐富 其中一個武士隊是由索金廟老師之得 雖然這生日沒幾個月 不過在四月份的館長杯上頭 是就來提下一個第一名、四個第二名、三個第三名 頂頂總共十三名字的好成績 倫風國小是我們整個雲林縣國術推動 在暑假都會辦理教師的研習 已經連續了數十年 那學生學習的部分 以前比較偏向於這個基本的拳 那在對外比賽 比較沒有機會外聘老師來指導 那個人覺得說 讓學生從小學習到一個國術 可以強身健體 所以就邀請這個蘇金廟老師 到本校來做國術指導 那每兩個禮拜的一次社團 學生參與得非常踴躍 在短短兩個月 我們學校刀槍、健棍拳、還有扇、還有一些兵器 參加今年的縣展杯比賽 融合一、二十項的佳績 都有錄名 那一開始練的時候 當然是沒有接觸過發生的一些困難 但是我們小孩子很用心 也很耐心刻苦的跟著練習 那幾個熱血老師 他利用休息的時間 就帶著學生來練習 犧牲假日 帶著學生到我的家裡那邊去 特別指導 雖然他們曾經才兩個多月 也展現出他們的實力 哈姓對武術原本是覺得打起來很好看 有的人人大島 有的人選擇人貴心 大家是越惡越興趣 大島 大島 你為什麼選大島 因為他看起來很帥 搭起來也非常的帥氣 那你最近有接觸過嗎 沒有 是這個寒假才接觸到的 有沒有覺得困難的地方 就是腳的部分 要拉筋比較痛 他說為什麼會想學賽 因為看別人搭起來 感覺很帥所以想學 大概兩個月 你有比賽得獎對不對 有 你得了什麼 功夫算第三名 學習武術對人身體之外 對小孩來講均能不會用耐心 以及專注力 對行動的發展是非常有幫助 繼續用口酸彩虹報道 保證